等一下 我这有点卡 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第三课 实况学着世界模范 我们要理解世界模范里的每个代码的意思 并且可以进行简单代码拼接 上一次上一节课我不是说 要要学会简单代码拼吗 错了 因为不学会世界模范 也是不难进行代码拼接的 那么有个作业 当然很简单的作业 因为最近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讲技术 以后作业会比较难一点 就是你能说出每个世界脚本的出发原因就可以了 那么什么是世界呢 世界指的是Squatch里的一些失误被出发 比如说按照律旗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当这些世界被出发之后 别会执行这个世界的相应代码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控章有你那个利器被按起啊 然后让它往前移动啊什么的 靠这些世界组合在一起 你的Squatch里就会不需要人工怎么点下那个代码 投了代码执行 就是可以纯自动执行 然后你以后 下次我会教你那个 DSB2文件转移NSC文件 那个转回NSC文件 那NSC文件一打开 就是准说着自动给你按下的预期 好 现在我们再次进入脚本分析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不进入脚本分析是不能 学会的 因为我这边空中讲讲没有吃饭 你们是没有人能学会的 怎么换这鼠标呀 怎么换这鼠标呀 鼠标呢 呃 先暂停一下 好换一回来 我刚刚出现的小油外 现在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分析一下这个脚本 稍微等一下 我做的是超领解 因为我在PPG放映模式间 我不宜推出的企划什么的 没有在后面 没有啊 我还没起 再重回等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解 关于世界广化代码 上一节和我们讲的动作 非常详细的把动作里每个都讲掉了 还是让我们继续非常详细的把世界里的每一个代码都讲掉 我们先看前三个 哦 四个 这四个 这四个一起讲 主角答律型微简机什么意思 就是 当 有点卡 发生什么 当 控制按钮 里的 绿旗 不是这个旗 旗子 那个旗 当控制按钮 里的旗被点击时 然后 执行 下列 代码 这要值得注意的是 这要值得注意的是 几乎 所有 的 代码 所有的 是 是 4 4 4 2 4 3 4 5 5 7 6 4 5 作品的启动都是靠按下绿旗的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就是基本上 比如上次我给大家示范过很多 很多这个我的作品吧 对吧 记得吧 这个范例 我有很多作品 你们发现 你们应该会发现一个细节 我每打开一个作品 第一个事情就是按下这个绿旗 第一个事情全品 不管全品 不管全品 后面听个人 记住啊 不管全品 就是按下这个绿旗 就是我第一步 然后才能起头代码 就是这个意思 全品只是因为你们看上去更清楚 然后按下绿旗旗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不一定是按下绿旗旗 你可以看到 上一旗 下一旗 左一旗 右一旗 一旗 一堆一文字母 还有数字 对吧 当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就当对应的按键被按下后执行 那么当你所有的率 当你当你对应的按键被按下后执行 这个代码什么用呢 比如说你做一个格斗 就像全黄这种上一阶往上走 下一阶往下走 左一阶往左走 右一阶往右走 这个就是 哎 下面东西 不要管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 这个按下空格阶的用处 我不按下键的用处 把它看就按上键 为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按下任何一个键的时候执行 比如说他往前走 要他往后走 接下来我们会制作一个 我把这次代码讲完之后 我们会制作一个猫抓老鼠游戏 用的就是这个按下什么什么键 好 下个是当角色被点击时 其实这也很简单 因为他翻译的非常到位 就是当本角色被点击后执行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什么 什么比如说 叫网上有个图片吧 有个程序啊 好像最近很有名的 现在好像好像还有一队人在玩 就是中间一个笑脸 狂爱笑脸可以加钱 然后其他一致程度还买东西 都狂美这个笑脸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反正我上次看了看很有趣的 这个其实就可以用当角色被点击时 也不用被狂点的小猫会加钱 就是怎么实现以后会击 好 那么我们现在下一个当背景签划为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很简单 就是当当前背景签划为指定背景 指定后执行下面的代码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背景现在我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背景嘛背景下都会讲怎么新建背景啊什么的啊比如说这有个背景就是这个什么用这可以是用来跟绿器按下绿器差不多就是有很多游戏很多个界面嘛 像像那种那种比如说赵门喜悠我都过赵门喜悠嘛对吧 赵门喜悠刚进去是个幻影界面 然后开始之后变成一个特殊缠算不算 要挑战选择好之后不是进入一个游戏界面吗 有的设备剪划还会进入在刚关卡的个界面 这个时候虽然他不是Squire做的 因为他他他就有那个东西做的 什么东西呢我不告诉你 以后我们会讲这个程序代码 这个程序代码 我不要程序代码 这个代码跟Squire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同小异 因为Squire就是有这些代码 把他把这些代码全部帮你分装好了 就当立即北京一时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方法 来我给大家看看什么东西 哦这怎么了是怎么了 然后 过来 其实这个 我们这个 安倍让预期背景一时 其实相当于这么长的一串代码 知道吗 所以你们应该要知道 现在你们学习的词管是有多么的简单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啊 讲了啦 比如说这是按照率其实启动整个游戏 那么当天你切换后 是启动当前背景大家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这么小 刚开始的时候按下绿期嘛 就是启动游戏 启动游戏 比如说你点击一个关卡 这个时候进入关卡之后 肯定会掉怪 这怪掉下来 就是大家背景切换为什么的时候 然后那执行 把这个怪物图片要掉下来 后面执行什么代码怎么执行 下次我们会讲 很久以后 今天我们先把基础攻打好 这边怎么就切换掉 那么下一个 当想度大于十 不仅仅想度 想度计制器 视频移动 视频移动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会点开的 因为点开之后 我启动视频头 呵呵呵呵呵呵 当你用视频 待会我们一个里讲 我们先讲 再回来写一个 想度 就是我现在说话 说话的时候声音的想度 怎么解释呢 大家看到 这上面有一条这根线 对吧 想度是十 差不多是我鼠标指的这个位置 想度是一百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想度是一千 这上面没有 想度是一千 很长一条 反正是当你的想度 我说想 我声音响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根线的变化 当你的声音的响度 大于十的时候 自己一线没带完 或者任意的都可以 好 刚刚我是故意吼的 你可以看到这根线 变化了多么的快 其实这里也可以用 装这个东西执行 如果很复杂 他应该什么 他不会用这个的 比如大于十的时候 这个线有多长 大于十的时候 这个大于一百的时候 这个线有多长 当然我只可以失败 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这么做的 好 在响度 还有一个什么 计时器 计时器 计时器以后我们会讲 我现在把自己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计时器有多长了 四十多秒了 这个四百多秒了 计时器 就是当这个计时器 现在数字 大于一个数字的时候 会执行 这个不常用 视频移动 我不会点开 点开就会启动摄像头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视频移动什么意思 是当视频上面的 这个 就是 就是启动摄像头 然后侦测你的 摄像头里的动作 在角色上 动作对于整个舞台来说 它的运动的时候的 的幅度 比如说我挥一下手 幅度差不多是五十 如果是挥一手 分动这个猫 那么就要是相对于这个猫 我的这个视频移动为五十 如果相对于背景 我挥一下手 没有相对于猫 而相对于背景 那就像这个来执行 当然以后有其他 以后会讲 讲到侦测的时候会讲 这东西跟 传感器有关 当然我没起码传感器 呵呵呵 来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个想做什么意思 首先就是 当 相应 的 东西 的 相应的东西 就这么说吧 因为没法跟你解释 对吧 下面会解释 的 数量 大于 该 参数后 执行 好 那么接下来还要解释 就是想 想 度 起码 其实这个想度 一般情况是用来做那个 生存飞机 这个以后会讲很复杂 因为你说上下左右的时候 你的想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你们可以科学 你们可以去问科学 不要问我 想度 说 话 麦克风 麦克风 这个需要麦克风的 麦克风 录制 声 音 声音 声音 后比 声音 的 墙 好 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是计时器 计时器 是 呃 计时器是个什么东西 来我们先给大家讲解啊 计时器是个什么东西 哎 为什么没谁硬呢 计时器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计时器 计时器以后我们会讲 就是 就是 一个 在 程序 呃 一个在 SCRATC 就Squatch 打开后 计时器 开始 计时的 一个 变量 这个东西是会不断的 接 你看现在已经分了 增长多少了 这以后会讲 讲真色 这会讲 你们现在就只要知道 计时器 是一个 在Squatch 打开之后 会 开始计时的 一个变量 它会不断的变 下一个是 什么 视频 视频移动 视频 移动 就是摄像 头 中的 物体 相对于 舞台 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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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程序 整 个 程序 因为 这以后会讲 相对于一个角色 和相对于一个程序 什么区别 以后我们会讲 相对于 整个程序的 相对于整个程序的 动作幅度吧 动作 幅度 好 那么 就是后面这个参数 是可以自己钱的 那么下一个是 我们把它分组啊 下一个是 当接收到一个广播 广播一个广播 和广播什么 并能在 我认为这个Squatch 翻译不全 后面这个东西 应该是广播一 广播二 广播三 这个MyGas 我不知道我们 我们读的 标准 反正是Mask 好叫做Mask 反正是Mask的意思 就是广播 那么我们先来 我们把它说中文吧 我怕我说英文 误导一堆人啊 这个广播 我们马上就会讲 因为我接下来 我们会进行一个 代法示范 示范这个广播 怎么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 对我们用 这个光源 用尽的时候 你会发在下面 会多出一个东西 显示发送者 显示接收者 清除发送器 接收器 这是我下载一个插件 什么插件 广播插件 抽到这个插件 我们可以在做 很复杂的代码的时候 在这上面右键 显示发送者 或显示接收者 就可以知道 这个广播是由谁来发送的 谁来接收的 以及这个代码怎么做 以及这个广播什么用 那么我接下来 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广播的命名 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广播是什么 就是像 全部 就是像 像整个 整个 程序里的 所有 所有 马上我们会讲这个对象 什么意思 不是下节课 不是下节课 讲了各种文化的时候会讲 好像很多节课之后 我们会讲的什么对象 什么意思 当然如果你们是学过Java的 或者学过其他变成语言的 你们应该懂得见一下什么意思 有句话说的好 万无皆对象 所有对象 发 出 一 条 广播 哦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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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 像这个应该是这个 我不先讲这个 像是发出一条广播 因为不管这个 我上面没法讲 什么叫发出一条广播呢 比如说 就是我这有猫 还有这老鼠 猫去抓老鼠 这个时候 在现实社会中 老鼠一看到 猫在抓老鼠 猫肯定知道猫在抓老鼠 但是在代码当中 这些人是没有思想的 思想必须你得打 这些就是他 属于他的思想 那么 当猫要去抓老鼠的时候 你先 要猫广播一个 他在抓老鼠的信息 这个时候 老鼠接入到 他要来抓老鼠信息之后 他会跑 这个 这个以后是个坑 以后 以后下节课 你会发现 所以以后发 你会 很多人都会跟这个说 还有思考 思考和说是不容易搞混的 但是跟一个广播 是非常容易搞混的 这得跟大家说明一下 广播 是一个看不见 摸不着的东西 它是对所有对象 发出一个隐形性的广播 就是告诉他们 可以执行这个代码了 它是不会在界面上 显示出来的 它只是告诉大型人们 就是你们可以执行这条代码 对啊 发出两个广 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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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使 有 当机收到 然后 插插插 广播 当机收到 然后 广播 时 执行 执行 的代码 控制 指令 的 的 的 事件 事 件 事件 执行 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完这个你就懂了 反正广播之后 你就就可以这么理解 广播就是 让这个东西执行 广播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任何用处 广播以后 我会讲它有什么用 暂时我们就讲一下广播定义 那么这个 当机收到 广播的时候 什么意思就是 当 接收 到 相应的 广播 后执行 下面的代码 那么我们这里要让大家说明一个事情 广播 你会看到 拉下去 只有 什么什么什么 一 那么你想要新的 广播呢 怎么办 新消息 按一下 这都翻译的不对 应该是新广播 其实它翻译 如果它翻译一些消息 你也可以懂消息什么意思了 就是比如说你一个邮箱 然后一个订头 你收到一条消息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消息名称 要怎么打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在抓外啊什么什么当中 如果你们学过叫 你们会有一个叫东西 一个叫什么来着 我忘了